迎朴宝剑当司机载买去目的地。 驾待旅客向载做梦。 朴宝剑第一项打工任务是担任司机载客人到目的地。 图爱奇艺台湾站。 2018年3月13日。 南韩人气综艺节目《效力加民素2》因为请到少女时代热恶担任兼之声造成轰动。 结果人气演员朴宝剑加入的消息一出,让不少观众相当期待播出。 果然朴宝剑珠登场的第六集中,就让节目创下开播以来最高收视率记录,验证了她的超高人气。 其实在节目第二集时,李效力就询问第一组入住民宿的柔道选手喜欢什么明星,其中一位回答,死之前要看到朴宝剑在死。 自时李效力就透露,虽然没见过朴宝剑,但她曾公开透露李效力是她的理想型,自豪又得意,喊话又机会也想见见本人。 结果朴宝剑就联手节目制作组,对李效力夫妇及论额隐瞒会去打工的消息。 朴宝剑的加入让李效力超开心。 图爱情意台湾站。2018年3月13日。 朴宝剑终于在3月11日播出的第六集登场,前往校力家民宿前,特地伪装去地下街采买睡衣,当作是送给三位的礼物。 她抵达民宿后,李尚顺透过对讲机看到朴宝剑在外头喊住,简直升来了。 吓得赶紧跑去找老婆告知好消息,让李效力跟润额震惊到外套也不穿,只本丁下气后的外头确认,见到本人后更笑得合不拢嘴,直喊,包剑长得真的很帅。 让她什么也没做就成功征服两大女神。 。 朴宝剑第一项打工任务是担任司机载客人到目的地。 。 图爱奇艺台湾站。2018年3月13日。 。 朴宝剑入住民宿后也让女客人惊讶不已,纷纷躲在角落偷看偶像举动,润额更开玩笑的炫耀说,我要跟宝剑一起工作啊。 对了哎呀。 ! 母样抄逗去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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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连超兴奋,完全没想到可以让朴宝剑担任旅游司机,纷纷笑开怀。 在朴宝剑加入民宿打工后,该集收视率来到9.1%的好成绩,更是开播以来最高收视,成功吸住观众眼球,而朴宝剑将担任为期三天的兼职生。 效力加民宿2每周日在爱奇艺台湾站上驾播出。